注射凡士林打造巨型二头肌 俄国男子肌肉坏死显松命 想要拥有像大力水手一样发达的肌肉 那就多吃菠菜啦 超捷径可是没有用的哦 太阳报报导 一名俄罗斯男子沉迷于健身 想要拥有像大力水手普派般的大块肌肉 因此竟然注射凡士林到手臂中 这名二十三岁的男子 或许暂时如愿以偿 拥有巨型二头肌一段时间 但后来发现 这样的举动其实违及生命 这位名叫Kirio Tiresun的男子 从2017年起 声称自己注射了一种 特殊合成脂肪西斯隆 而拥有显著的肌肉 在短短十天内 他的臂围就明显变粗 因此他持续不断地注射数公升填充物 直到他的臂围达到61公分粗 但后来Kirio就呈现发烧 疼痛 身体虚弱的症状 医疗团队警告Kirio 若不立即切除这些假肌肉 恐怕得双臂截肢 外科医师Dmitry Malikov指出 原来Kirio注射的是凡士林 而不是他所宣称的西斯隆 Malikov医师表示 凡士林会填满肌肉组织 并阻断血流 这会造成组织坏死 结痂变得跟树干一样硬 医师表示 光是悄悄看他的假肌肉 就能听得出硬邦邦的声音 Kirio最后不得不动手术 取出大块结痂组织和残余肌肉 从双臂中成功取出了 1.3公斤重的大肿块 Kirio还得再经历 至少三次手术 才能完全移出这些假肌肉 Malikov医师表示 医疗团队在手术过程中 必须小心翼翼 不伤及血管 神经 让手臂还能正常运作 医师表示 Kirio注射的凡士林 只留在手臂 而没有扩散到全身 已经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Kirio